指刘伯温并脚趾刺毒 至刘伯温于死地 胡威庸 着你先从这件罪状诉起 胡威庸你听清了吗 你招还是不招 老李的狮子跳子 多了点 还好 咱有只痒痒脑 这可是皇上贴身爱物 君臣一体 心心相应 父皇 儿臣等奉旨审去胡威庸 两个时辰下来 胡威庸拒不招供 只说了一句话 他说什么呀 他拿出父皇赐给他的那只清玉如意 说老李的狮子跳子多了点 幸好有只痒痒脑 他是皇上的贴身爱物 君臣一体 心心相应 好啊 不愧是祝国大臣 隆辱不惊 这样 你啊 给他换个干净点的地方住 你们是审不动他的 回头啊 还是让咱请他喝茶吧 遵致 没看见皇上都老了吗 用不了七八年 他就会龙欲西天的 到那时 太子作朝 我当政 你们就安全多了 要啥有啥 考虑得真是深远啊 连咱死了以后的事 都考虑进去了 还有 我想还答应罪臣 做吏部上述 皇上 屠杰丧尽人伦刚长 血口贪人 他已经不是人了 是 是一条疯狗 屠杰 是吗 他说你是一条疯狗啊 你才是一条疯狗 你背后谋拟 欺君篡权 还以为自己是五百年来 第一名相 屠杰 五百年来第一名相这句话 是当时你跪在我面前 被我唯一复制说的 我当时就觉得肉麻 我要是不说这句话 你互相会入我做你的门生 你们胡子俩吵架呀 真是好听 咱听了舒服 比吃的那肉夹馍还舒服呢 二胡 比赛 比赛 你们都听见了 这两个人一个姓胡一个姓图合在一块真是一对糊涂虫你们好好给咱们看看看看这对一父一子那还是人吗像狗一样的在互相咬丑啊 丑死了世上没有比他们再丑的人了 咱有这样的一子一直吗 如果有的话那咱朱元璋真是瞎了眼了呀 文庸啊你说一律该如何惩治的 做皇上的用得着讲一律吗 皇上的话就是方就是律 皇上让臣怎么死 臣就怎么死 好 文庸啊你呀比阳线可要强多了 你不是怕痒痒吗 咱呢就让你痒痒死 这种司法可是开添辟地头一回呀 哼哼哼哼哼哼 胡大人在下告辞了 回去交差吧 胡大人躲 стор 胡小都哼哼 胡大人躲似合 我胡文勇 就算不知千古名相 也算是 孤王近来 养死的第一人吧 养得痛快 皇上